今天是我闭鬼的第三天 前两天瘦了快四斤 早上醒来呢 身体四肢无力 感觉自己快虚脱了 勉强起床后 简单起床一下 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蜂蜜水 中午看到家里人吃饭不饿 可是心里空闹闹的 应该是嘴很馋 吃了两颗枣 下午在小区走了 一个多小时天行间 之前乏力的现象一点都没有了 反而精神更加抖擞 我几乎每次都是在 闭谷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 出现这种乏力的情况 不会一直躺在床上 稍微地休息一下 喝点水 如果实在有点馋了呢 我就吃上几颗花生 或者是一小片苹果 然后出门走天行间 人就会越来越精神